我覺得收禮物好像打仗似的 好像打仗似的 一場戰爭 你來我往都光劍影 Oh my God 我情人節沒有收過禮物 OK 現在就問了Rachel過來 今天做些什麼?Rachel 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 但你什麼事呢? 我今天是做型需要的 今天這個其實是幫助一些男生 我不知道女生可不可以 可能女生OK 情人節說經常那些女生 都要送一些很有心思的禮物 給另一半 另一半收到的時候 其實無論她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其實她都要裝得很開心 今天我們就決定拍一條示範 如何收到一些禮物的時候 應該做些什麼反應 女生會覺得 另一半真是很開心 收到這份禮物 我覺得你身為女生 一來就想你們指導一下 二來就想讓你們感受一下 男生的感受 譬如收到一些禮物的時候 可能覺得那件事沒什麼用 但又要裝得正的反應 結果是你收還是我收? 你收你今天做男生 我今天做男生 我就是做女生 很辛苦 我就做女生 那我就會送幾個禮物給你 我希望你收到的時候 你就表現出你覺得應該有的反應 好啊 就是這樣 你OK嗎? 沒問題 但我也想問一下Visho 你有沒有曾經送過什麼禮物給另一半 你內心知道這件事很廢 但是她又要裝得很開心 有沒有試過這些情況 你真的約會好像有這個情況 但我忘了我送了些什麼 你對上次用陶瓷做的那個算不算 她真的很喜歡 真的 是嗎? 她真的很喜歡 真的 是嗎? 你知不知道這是我親手做的嗎? 跟籃球有點出油 這個 送一個籃球給我 哈哈 她放在桌面 OK 很好啊 如果她不喜歡你覺得她要放在哪裡 我放在墳墓 她已經有墳墓 她已經有墳墓 她不喜歡就已經有墳墓 就配了 很好啊 你明白嗎? 我弄了整個下午的 就是這樣說的 純純問一下她是否喜歡 她喜歡 她挺喜歡的 她挺開心的 她有什麼行為令你覺得她很喜歡? 一個直覺 是 她不喜歡她怎麼做呢?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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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經常都這樣說 是嗎? 會嗎? 多謝多謝多謝 我記得了 我記得上次很無奈送的什麼 是情侶手押 其實她竟然是這個 她不會帶 我送了她這麼久 她一次也沒有帶過 那拍板她有沒有拿到外面? 沒有 她放在桌面 但她又挺開心 OK 因為就是情人節 我相信很多男生 都會收到女朋友送的禮物 原來是女朋友送的嗎? 是 是 怎麼了? 我反轉了一些觀念 我以前一直都是男生送的 兩個都會送 那你又會送 那你又會收到她送的 我不送也可以嗎? 你不送也可以 可能會沒有了女朋友 我想問問你 經過你以往經驗 你有沒有試過 收到另一半送的禮物 可能你不太喜歡 簡單說 你覺得是一個垃圾 你會有什麼反應? 我情人節沒有收過禮物 我才問你 情人節女生會送的嗎? 好像也要 正常是2月14日 是男生送的 3月14日才再女生送的 有3月14日有沒有收過? 都沒有 不是說說 我不知道是否她不夠預算 可能有太多男人 我其中一個 可能還沒分到你 是啊 什麼 那你有沒有收過 沒有情人節 心意的禮物 你有沒有收過生日 你生日有沒有收過嗎? 有 幸好有生日 OK 你有沒有收過一些你覺得沒什麼用 甚至 我記得我情人節有收過禮物 抱歉 你剛剛那句差點害死了你之前的禮物 是啊 有收過 抱歉 我簡單問你 你有沒有收過禮物 都是垃圾 沒有 沒有 全部都很棒 全部都有意思 從來都沒有人送過 你覺得沒什麼用的東西? 沒有 那今天你要做的就是 你要表達出你覺得適當的反應 哦 即是要教識男士 應該怎樣反應 對 給男士學一下 假設女朋友送了一些很奇怪的禮物 哦 那為了她平安度過這個情人節 明白 或者度過這一年 那她也要有個 是啊 我真的沒有重大 肩負了多少對男男女女 甜蜜的這個責任 所以找得你來 因為你演技就好 很重 你三部愛情三部曲 很厲害的演技 那就行了 四四 好 那我們開始我們的劇場 那我們就會認識更加女朋友 沒問題 情人節快樂 你知道我最喜歡黑色衣 那我就買了一件同一件黑色衣 我想跟你一起穿出街 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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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你這麼冷淡 你不興奮嗎 我想跟你穿同一個顏色的衣 不要看 哎呀 驚喜了 哎呀 驚喜了 很困難 吉堂來一次 RE TAKE RE TAKE 沒有的 生命是沒有TAKE 你繼續展開 好困難 現在 你這麼無理取鬧 我無理取鬧 我已經踩了雷驅了 我送禮物給你 你怎麼無理取鬧 你無理取鬧 我這麼漂亮 好 看來這樣 阿叔 你怎麼笑 你怎麼笑 你是不是太開心 是啊 我太開心了 這件黑色衣服很黑的 你知道嗎 黑得好像我們這麼黑 是不是很黑 漂亮不漂亮 行不行 知道你送的 我覺得都很漂亮 可能本身不漂亮 我送的都會變得漂亮 即是它不本身不漂亮 你不會送這些不漂亮的東西給我的 那你會不會穿出街上 會呀 真的會呀 你穿會不會穿 我會呀 我穿了 請日子彈我準備了兩件送給你 這是什麼 你看我平時喜歡穿黑色衣服 你又喜歡穿黑色衣服 當然要配襯 情侶裝 所以我買了一件更加情侶的情侶裝 是嗎 這件不夠黑 你看有些綠綠的東西 不老禮 尖花野草 這些琳佬有花蟲 和一些狂風暗碟 我們一起說狂風暗碟 所以我準備了更加黑色衣服給你 你喜不喜歡嗎 沒看過圖片 但顏色我喜歡 我本身比較喜歡黑色 圖片有點灰 反轉了嗎 你真是考慮不到 你真是衝人 你選擇我的繩子 我給你聽 好嗎 這件我還在驚喜 其實這件衣服印了我的樣子 你幹嘛笑 好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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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好噁心 好前衛 還有我怕有時候有些 譬如我只是前面看到 我就兩邊都印了 對 你喜不喜歡嗎 你這樣也想得出來嗎 對 好噁心 你應該試試穿來看看 好 當然好 你先穿了 我就是有在 我的樣子在 為什麼穿著穿 粉 不是啊 我覺得你穿得漂亮一點 我買給你 你買給我嗎 我穿吧 我穿吧 沒有問題 我一個人沒有去做任何事 什麼任何事 你什麼 我不是叫你去死 為什麼要說這句話 這件衣服 這麼偉大 兩面都有衣服 這麼偉大 你有默特眼嗎 可以了 這個 我先猜一下 應該這麼漂亮 為什麼 還要猜你 我都認得嗎 有興趣的嘛 純粹 我知道是你 但是 你看那麼多youtube 學化妝的影片 真的沒有白費 是IGD Filter 不是你化的 不是啊 我平時看你化得很低 我以為是你化的 是IGD Filter 對 還有兩邊都有 還有 對 天才獨力 你想想什麼時候 還有一件T-shirt 是兩邊的Pattern 是假裝的 這個實際是沒有的 你不就每個人都知道 我有這個這麼漂亮的女朋友 對 這次真的 多謝BB 怎麼了 你也不穿的 哎呀 這是短袖 現在是冷的 你穿著就會暖 你又可以穿到短袖技術 我現在穿 你穿著就馬上暖了 好 嘩 正啊 合不合聲啊 可能我裡面穿了衣服 你跟回我之前 沒有穿第三個尺寸 就對了 現在就有點緊 不過都OK 即是我錯了 你緊了 舒服嗎 很緊 舒服嗎 很緊 你穿的衣服 你穿的衣服 OK 你有沒有穿著 穿著 你可以答應我一段影片 還是穿著這件衣服拍的 最怕空虛突然暗晴 可以答應你們拍片嗎 有一段影片是穿著這件衣服拍的嗎 哦 你是我女朋友嗎 對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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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說一下 不是 你是我女朋友嗎 對呀 當然可以 那你也答應觀眾 哈哈哈哈 可以啊 哈哈哈哈 可以啊 可以啊 嘩 好一點 這個完全是通過了 我也是很橫好的 可能對著鏡頭才有這麼好的表演 如果真實來說 那些女朋友會這樣看 會覺得你很假的 嘩 真的嗎 嘩 嘩 拿捏那個程度 對呀 現在脫了 哈哈 哈哈 不要哭不要哭 不要哭 不要哭 我喜歡啊 你會不會不喜歡呢 哈哈 你怎麼了 你誰啊 你很fail啊 我很醜 我覺得一對情侶 最基本的尊重就是你要誠實 一不誠實 你也不尊重你另一半 即是如果你今天你去化妝 或者剪頭髮 剪頭髮 你剪頭髮的髮型 你會覺得你的髮型 哈哈哈哈 不是啊 即是如果她覺得我好 就證明她不愛我 那你也不應該那件衣服 我覺得她漂亮 只不過我不想穿 為什麼 因為她 如果我是男生 我就覺得她可能不配我 但是她是漂亮的 你的情侶額有情卡嗎 所以她沒有戴我 我也沒有怪她 你有啊 你記得我現在 拍給我出來 我很記得 OK 那暫時呢 第一彎呢 好懶啊 我不想啊 好懶啊 好嗎 我這個是一個極端的例子 希望大家可以看 真的 你會學到Vacial的那些 很多都是反面教材 大家就先記不看 不要緊 我一來已經踩了雷區 我覺得我已經死了 一開口已經死了 所以沒問題 我們就準備下一份禮物 很多渣男 是 你是 一段日子 辛苦你了 我傻的 說這些幹什麼 那我有一份禮物送給你 你打開看看自己好不好 我打開 嗯 什麼時候說你最有趣 Oh my god 嗯 很漂亮啊 你怎麼把我的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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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太激動了 我太激動了 蓋子也是其中一部分 很漂亮啊 你送給我嗎 對呀 還有誰呢 我可以拿出來嗎 當然要拿出來啦 嘩 嘩 嘩 最佳男朋友 我很感動啊 對呀 你是今年的最佳男朋友 今年而已嗎 你去年做得差了一點 那以後呢 以後要看你表現 你的樣子很尷尬 對呀 怎麼會啊 你沒有那種很開心的故事 我很開心啊 我第一次收到這個禮物 為什麼這麼有創意呢 那當然是第一次 還有誰送給你呢 我媽媽都沒有送過最佳兒子給我 那你不是 因為你是最佳兒子 不是啊 不是啊 是不是最佳男朋友那些 不是啊 先看一下 嘩 我們真的心靈相通啊 對呀 嘩 嘩 我真的值得擁有 謝謝你給我這個肯定 對呀 你沒什麼想說啊 我覺得 拿了這個獎 很多時候有些得獎禁言 對呀 拿了這個獎 我真的 爸爸媽媽當然要多謝 你爸爸還是我媽媽 你媽媽我爸爸 我爸爸和你媽媽呢 不用多謝我 再說吧 之後最重要要多謝的 一定是我女朋友 對呀 我女朋友 他有時候在我工作上 給了很多鼓勵我 我平時工作又不定時 多虧你 一直在默默地守候我 我會很照顧我家人 我想說豪D是繼續100分 我想這女生給她 都可以馬上吃掉 你又知道我想吃很久 嘩 我做了一整天都沒吃飯 來來來來 你拿錢給我 嘩 說點感想 這個時候打了Karen 通常人都要說感想 你拿獎說 你多謝誰 這個時候打了Karen之後 激情過去 你就不能說話 我會呀 寶寶啊 嗯 嗯 我外賣到 我先聽電話 真的到了 Fail啊 Fail啊 這個時候你就分散的注意力 人家送禮物給你 怎麼分散的注意力 分散我自己的注意力 你明白嗎 我處理不了這個情況 我先聽電話 麻煩你要學戲 你和我一起 我們現在一起學戲 太虛偽的事我做不到 我覺得情侶之間太虛偽 是不健康的關係 我不可以示範這些不健康的關係給大家 我不可以暗長心做這些不健康的事情 那你收到這份禮物 你覺得放在什麼地方會比較合適 無論放在哪裡 我都會很開心 那你會放在哪裡 我家裡的櫃子 你不拿著上班嗎 很重啊 家裡很重啊 我心裡面很重啊 就像你的樣子 你看我心裡的份量都很重 寶寶 寶寶 你不覺得嗎 OK 但你以為我這份禮物 這下都做了四月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好像打仗一樣 我覺得收禮物 好像打仗一樣 看一場戰爭 你來我往都光劍影 Oh my God 說謊 觀眾可以留言給一些意見 大家Rachel這個表演是怎樣 那我們接下來下份禮物 這是什麼禮物 這是什麼禮物 這是不好的預感 不要被我說中了 先做好心理準備 這是什麼日子 今天是什麼日子 今天是我喜歡你的日子 就是你昨天不追我 就是你前天不追我 就是你今天喜歡我 不要混蛋 我每一天都不追你 那為什麼就是今天 今天比昨天更多的日子 那你昨天不夠喜歡我 昨天你說好嗎 昨天是100 今天是150 為什麼昨天只有100 寶寶你不要為了這些東西吵架 好嗎 好 那我的份禮物送給你 慶祝你這麼喜歡我 今天是150 那我就準備了一份拼圖 是呀 是我的樣子 好可愛 我覺得情侶之間太虛偽 是不健康的關係 好可愛 你肯跟我一起 用時間去砌這塊拼圖 我真的很感動 不是 你砌 我看著你砌 你用時間陪我一起砌 我覺得已經是最好的禮物了 而且我特地為人弄 是520 520塊 這樣也被你想到嗎 是啊 哇 已經砌好了 現在砌好 但我會弄散它 你還要再砌一次 要再砌它嗎 是啊 哇 這塊成塊真的是黑色 我還不準備了一個框 我們可以掛起它 你很厲害 我們床頭很冷 要放在床頭嗎 今天安裝住香 就是這個 好像你起身後跟她說早晨一樣 哦 你也有寶寶 你也有寶寶 剪了頭髮 你不喜歡嗎 精神了很多 好嗎 知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拼圖 你猜有什麼拼圖 你猜有什麼拼圖 是啊 你猜裡面有多少塊 好意義的 很有意義的 520塊 是啊 520塊 我還有一個框 你砌完後 你這個小妹 可以掛起它 然後黏在床頭上 你也買一買嗎 是啊 我拿來取代一路不畫 哦 哪個一路 不懂的 不懂就不要提了 好啊 一起砌它 現在這個時間 你會不會一起砌 我可以看你砌 你砌完它砌我 行啊 先砌你先 那不要管了 先砌你先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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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我可以第二次了 好啊 好啊 那我先走了 你玩砌 你去哪裡啊 我要黏著你 我去電頭髮 我要黏著你 你砌吧 我現在正在砌 我正在砌 你沒有啊 你在砌啊 砌好一塊 這麼快就砌好了 我砌砌圖方面 就算我喜歡你這麼厲害 嘩 這下有一點 OK 我都很累啊 你要應付一個這麼難教的女朋友 這三人你不是最喜歡哪一塊 我最喜歡拼圖 真的嗎 是啊 送給你 但是 但是如果譬如說 很喜歡的迪士尼公仔 或者是沒有名 我就會砌得很開心 可能你送回她喜歡的東西 她真的會很開心 那她送自己 你支持你最喜歡的東西 太黑銷售 太黑銷售 是啊 但是那個意思不是要你送給我 是要你喜歡我 而是我送給你 因為我喜歡你 那角度不同 那角度是不同的 那你覺得最差是哪一塊 對不起 其實我覺得是獎杯 哈哈 是搞笑多過什麼 但是他論搞笑 又不夠T恤搞笑 他用心好像不夠這個頭期所好 所以我就覺得獎杯是我的第三名 其實 而且我覺得真誠是最大的本領 就是你每件事都要暗著良心做 每件事都要暗著良心說 那沒有意思 你跟一個人一起都不開心 對 你都沒有必要跟我一起 你找個別人 所以我覺得 大家要互相體諒 我覺得 女生也好 男也好 雖然你未必最喜歡 但是 都要體諒她 她花心思為了送一件事 去哄你開心 證明其實她很想你開心 就是為她的心意感動 我覺得是 但你完全忘了 剛剛 其實我有的 不過你今天太醜了 所以我不喜歡 最重要的是千萬不要笑 第一一下你一定不會笑 哦 是 第一一下笑就是你 你掩飾不到你的內心 其實第一一下 好一點說得對 第一一下是最難的 因為一開始你不知道那塊東西是什麼 你一打去的時候 可能你會真實反應 所以我只有一個小小的秘訣 即是假設她叫你閉上眼睛 你打開的時候 你叫她閉上眼睛的時候 你不要看 你看其他地方 即是你明明這盒東西 我看這個位置 用眼角掃 可能會沒有這麼搞笑的東西 等你慢慢適應到 你還慢慢再看過去 然後你就開始交氣 我也跟你像自己的建議 就是分散注意力大化 即你的注意力不要放在視角 你放在觸角上 你放在觸角上 用手捏著大腿 什麼事都好 你打算大腿會痛 你看到什麼 你都不要先笑 你一笑就虧到震氣 你笑什麼 你不喜歡嗎 千萬不要怕大腿痛 因為你怕你笑出來 你的大腿筋會痛 最後也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還有希望 就是希望大家不需要用到這個東西 希望可以收到那份力 你很喜歡 那就最好了 還有 都真的說回 就算這三樣對我來說 其實我覺得問題不算大 是因為 因為其實這三樣 都不是就這麼買就買到 都要有些構思 就是想過度過 純粹 你知道的意思是 我明白 照片都要準備 是 我本身個人就是 重視深思多一點 我覺得這件事都有深思 這件事 就算你刻意去店舖 叫他作這個名字 或者叫他打這個名字 都是有深思 我覺得這都是時間 用真據過用錢的 明白 那你會不會砌他 你是我的朋友 我朋友不可以送禮物給你 朋友就不會砌他 朋友我會不會砌你 也是 OK 最後你答應了觀眾 會穿這件衣服拍一段影片 剛剛前面期待你嗎 不是 沒有人說 可不可以叫我嗎 還是沒有 我還尷尬 因為我一起吃飯的時候 有人看到你都想 認不到你嗎 認不到我嗎 都難你一點 認不到你 好 期待你這段影片 好嗎 到時幫我買個廣告 好 再次謝謝浩Dee 多謝大家 記得訂閱浩Dee的Youtube頻道 IG和Facebook 是 多謝 再見 再見 大家 拜拜 大家看完影片 就記得留言 分享和訂閱 拜拜